女司机一脚油门将车撞上路边门店 店员被顶在墙上动弹不得 谁知女司机不仅不到车 反而猛踩油门将轮胎磨冒烟 2020年10月5日上午9点多 在广西百色田阳区某人行道上 一辆白色轿车突然撞上了一家装饰店上 装饰店中一名女店员恰好站在门口 被撞受伤后被送进医院救治 很快警方就赶到了事发现场 见到了这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 她是一名姓农的女司机 警方赶到现场时她还是手足无措 不过她对撞人的是供认不讳 据她所说 她是被撞店铺隔壁五金店的老板 那天上午她正常开车上班 但因为拐弯时是一小段上坡 所以油门给的有点多 上来后没控制住车速不小心 撞到了别人店铺大门上 但根据目击者所说 农宇是在撞到门店大门上时 正好一名女店员开门营业 女店员还被她抵在了墙上 可疑的是 农女士非但没有立马倒车 反而猛踩油门把女店员夹在中间十余秒 为此警方勘察了店内情况 大门被撞碎 玻璃散落一地 地面上还有星星点点的血迹 这就证明已经造成女店员受伤 为了验证农女士说法的真实性 警方特意调取了汽车装饰店附近的监控录像 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当天上午9点02分左右 农女士驾驶着这辆白色普通轿车 而下一秒叫车突然加速 一头撞上了路边的汽车装饰店铺 而此时店铺中的女店员正好从店内走出 被女司机狠狠地夹在了车与墙的中间 然而农女士非但没有停车 反而一直在踩油门 后轮胎都被干冒烟了 这个过程整整持续7秒 期间被夹的店员脸上表情十分痛苦 后来农女士虽然停止了踩油门 但一直没有倒车 最后还是在路人的帮助下 女司机的车才被倒了回去 之后女店员被送进医院救治 在看望女店员的过程中 女司机的嘴角却不由地翘了起来 她到底有何居心 这起事故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 在医院中警方也对受伤店员进行了询问 她称当时只是正常上班 不知道为啥就被撞了 经过医院的检查 受伤店员手部腿部均有受伤 好在受伤程度并不重 紧接着民警就对农女士进行了酒精检测 毕竟在一个司机在清醒的状态下 这种事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 然而酒精检测却显示 她并没有喝酒 也就是在这时 农女士的嘴角却莫名其妙地翘了起来 就像是逃过一劫一样的那种笑 要知道因为她错误的行为 导致受伤店员现在还躺在病床上 如果心里有一丝丝的过意不去 这种场合都不会笑得出来 难道女店员跟农女士私底下有私人恩怨吗 但这种想法很快就被打消了 因为他们两个店虽然离得很近 但受伤店员表示与农女士素不相识 更谈不上有什么深仇大恨 之后警方又检查了农女士的驾驶证 这才发现原来农女士是个新手 她的C1驾驶证是在9月29日刚增向上的 也就是说距离她拿到驾驶证才过去了仅仅7天 而在增向之前 农女士只有三轮车的驾驶资格 而这就是导致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据农女士所说 自己开车技术并不熟练 当天早晨她把车开上大路上练车 9点左右才回来 到了自己店铺附近时要开一小段上坡 她就把油门踩得有点大 重新将车撞在了装饰店门口和店员身上 因为自己对汽车并不熟悉 再加上撞到人非常紧张 所以错把油门当刹车 造成车辆一直处于前进的状态 直到旁边人提醒她才松开了油门 最后经过警方的责任划分 农女士在这起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受伤店员的医疗费也由她全部承担 另外对门店造成的经济损失 也由她来全部负责 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 在刚取得驾驶证后 一定要几身驾驶低速慢行 感谢观看